第2 我们现在这个隐含数是 x的四次减3s平方y加y的四次等于负1 那我们要去把y对x做微分 那这是一个隐含数 所以我们使用隐含数的微分法 第1个步骤呢就是我们在等号的左右两边 同时加上微分符号对x进行微分 等号左右两边同时加上这个d over dx 这个微分符号对x进行微分 那接下来就是进行微分 这个x4次对x微分之后呢 变成4x的三次 减号呢直接抄下来 然后这一项比较复杂一点 这一项呢3s平方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f 然后它乘上后面的y y你必须要把它看成是一个g函数 因为隐含数的微分它是把y看成x的函数 所以第二项这里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两个函数乘在一起 然后呢使用乘法律下去进行微分 那这个微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乘法律告诉我们 f跟g相乘 下去微分之后 应该要得到gdf加上fdg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前景把它填进去 g函数先把它填上去 g就是y 那么 g函数 g就是y 那么f是3s平方 所以f的微分就变成6s 那么 接下来呢 这个f呢 把它填上去 f就是3s的平方 然后乘上呢 g的微分 g的微分 g就是y 所以g的微分就是 dy除以dx 同学 g就是y 所以g的微分就是 y对x的微分 那接下来最后这里 y的四次方微分之后 会变成什么呢 它微分以后应该变成 4y三次 还要再乘上 dy除以dx 这是y的四次方微分以后 除了次方拿到前面去当系数 次方降一次 然后后面还要再乘上 dy除以dx 那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背景公式写一下 我们从前面 二之二节 我们可以知道 f的n次方微分以后 它是nf的n减一次 乘上df 那以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现在是y的四次方 要下去微分 y的四次微分以后 应该变成n是4 所以它就变成4乘上y的4减一次 在dy 那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把它写成 刚才这个圆圈里面的 4y三次 然后再乘上dy 除以dx 那么等号右边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中间的加号变成-号了 括号的中间加号会变成-号 要变号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就是呢 把不带 dy除以dx的向移到等号右边去哦 那么 我们现在要把4s的三次移到等号右边去哦 另外这个6xy 这个不带dy除以dx 这个也要给它移到等号右边去哦 所以当它移过去之后哦 左边就剩下-3s平方 dy除以dx 加4y三次 dy除以dx 那它等于什么呢 4s三次移过来之后呢 变成-4s三次哦 那-6xy移过来变成-6xy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个 dy除以dx 当供应式把它提出来哦 提到后面去哦 好 dy除以dx把它提出来哦 那提出来以后 第一项就剩下-3s平方嘛 第二项剩下 4y三次方哦 好 那把dy除以dx 乘在最后面哦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呢 我们把那个刮号 除到等号右边去哦 这样子就得出来 这个dy除以dx哦